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贸易实务第三讲 那么在前面两个两次呢 我们已经介绍了 怎么样去成为一个出进口厂商 以及怎么样去查询商品的相关进出口规定 还有整个交易的流程 你也知道包含了哪些步骤了 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假设呢 你是一个传统的榨油工厂 专门呢 在制作麻油啦 还有苦茶油啦 这一些油品的 那么前一阵子呢 因为油品风暴的关系 所以大家呢 都来跑 都过来跟你买这种 利用传统古法所生产的油品 所以你的麻油销量大增 那么当然你对于芝麻的需求 也就会大幅的增加 可是问题是 国内的芝麻的供应量有限啊 那供不应求的结果呢 就是造成芝麻的价格大幅上涨 那么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或许这时候你就会想说 我想要从国外进口芝麻 来作为生产麻油的原料 那么学过国际贸易食物之后呢 你就知道 第一件事情 你是必须要去做 出进口厂商的登记的 手续很简单 只要提出申请的表格就可以了 那么 接下来你还要研究的 就是芝麻的进口规定 包含了哪一些 比如说 它有没有限制进口的地区 还有它需不需要做进口检验 那么在了解了相关的规定之后呢 你又知道了 后续你必须要办理的 整个进口的作业流程 评估之后 你认为进口芝麻 来作为生产的原料 应该是可以的 那么这时候 接下来的步骤 你就是必须要找到 你的交易对手了 那么 在寻找交易对手的时候呢 其实你要考量到的 有一些问题 是必须要事先先准备好的 比如说 你要先知道 你的目标市场 是在哪里 再来呢 就是 在这个目标市场里面 你要怎么样去找到 你可能的交易对手 而当你找到 找到了这些交易对手之后呢 你是不是真的要跟他进行交易 因为你还不确定他的信用好不好啊 所以呢 你就必须要先对他做信用调查 像这种市场调查 寻找交易对手 还有我们要知道的管道 还有我们要知道信用调查的内容 跟方式有哪一些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交易前的准备 应该有做什么事情呢 那么在正式交易之前 我们要做的事情包含三项 第一个呢 就是市场调查 所谓市场调查的话呢 它就是收集贸易对手国的商情资料 充分的了解和掌握它的市场特性 以及商品的供需情况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寻找交易对手 当我们在确定我们的目标市场之后 你要在这个目标市场 去寻找有益合作的贸易伙伴 第三个步骤呢 是信用调查 所谓信用调查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交易对手的信用 以降低交易风险跟防止贸易诈期 那么信用调查的内容呢 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 是一般调查项目 那么一般调查项目 它指的是指市场环境的调查 而另外一大类呢 是个别调查项目 它是指针对特定商品的调查 那么一般调查项目呢 包括有像地理环境啊 政治局势啊 还有他们当地的经济条件 以及民众的国民所得 另外呢 当地的社会文化 还有宗教习惯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 事先先了解的 还有这个国家的法令规范 政治制度 以及它的交通运输状况 它的产业结构 还有它的人口特性 等等的这一些相关的资讯 都是我们一般调查的项目 所以简单的来说 一般调查项目呢 它指的就是对于整体的经济环境 还有社会制度 以及它的市场简历 来做调查 那么个别调查的项目呢 主要是包括 这个特定商品的产品的特性 以及这个产品 它的供需状况 另外呢 这个产品它的行销通路 还有它的竞争对手 以及它的价格水准 也是我们要了解的 那么这个地区的民众 它的交易习性 它的消费的习惯 还有这个市场 未来的成长潜力 这也是我们要事先先调查清楚的 所以简单的说 个别调查项目 主要是针对某特定的商品 我们要去调查它的市场状况 还有它的消费族群 以及未来交易的机会 市场调查的方法呢 大概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呢 就是我们自己去收集 原始的初级资料 另外一种呢 则是使用别人已经收集到 也已经整理好的 刺激资料 那么使用初级资料的话呢 它在收集的时候 可以由厂商自行来调查 当然我们也可以委托 专业的机构来帮我们调查 那使用初级资料的话呢 它有个特色 就是呢 我们可以依照厂商所需要的 去量身定做调查的项目 可是它呢 有个缺点 就是它的时间跟金钱 会耗费很多 所以啊 大部分的厂商 它会使用次级资料 来进行市场调查 那么次级资料呢 有个特色就是 它的来源广泛 取得的速度呢 也快 最重要的是 它的成本很低 其实收集这些次级资料 然后把它整理分析之后 其实对于大部分的贸易业者来说 已经足够所需了 那么要取得次级资料的 这个管道呢 有很多 比如说 我们可以从 经济部 国际贸易局 或者是 中华民国多外贸易发展协会 来取得资料 另外呢 各个经贸网站 还有像是 专业的报章杂志 以及参加国际商品展 也一样可以取得 相关的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 经济部国贸局 经济部国贸局呢 是我国推动贸易业务的 正式官方组织 那它在全球各地呢 都有驻外单位 负责呢 收集各种外贸商情 让我们国内的厂商来使用 所以经济部国贸局呢 它可以提供的资料呢 主要呢 包括各个国家的 基本经贸资料 还有最新的商情 以及当地重要的产业讯息 那外贸协会的话呢 它是一个由经济部支持 设立的公益性财团法人 它也是我们国内协助业者 拓展对外贸易 非常重要的组织 外贸协会呢 它有出版一些经贸重书 像是海外市场经贸年报 以及市场调查报告等等的 这些呢 对于厂商了解全球市场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另外呢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经贸网站 来取得我们所需要的资讯 像是国贸局的经贸资讯网 还有外贸协会的 贸协全球资讯网 以及海基会的两岸经贸网 等等的 从这些网站上面呢 去搜寻资料呢 有个好处 非常快速又方便 而且呢 很重要的是 很多时候它是免费的 另外呢 像阅读一些专业的报章杂志 比如说 台北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工会呢 它有出版 贸易杂志双周刊 那么外贸协会呢 它有出版 经贸透视 双周刊 这个经贸透视呢 过去的名字叫做国际商情 另外像 经济日报 还有工商时报 这些报章杂志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商情资讯的 最后呢 我们可以参加国际商品展 那么参加国际展览的话呢 有很大的好处 是你可以了解最新的产业发展趋势 还有市场的走向 尤其是在这个各领域里面的 这种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展 很多的领导厂商呢 都会在这个地方展示 他们最新的发明跟创意 而这些发明跟创意呢 其实就是未来市场走势的趋势 所以透过这些管道呢 我们同学就可以收集到 很多的市场讯息 可以了解整个这个市场 它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页面 我们来看一看国际贸易局的 经贸资讯网 好 从这个网页里面呢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你在这个网站上面呢 是可以收集得到很多的资料的哦 比如说当地的商情 还有经济贸易的情势分析 以及这个国家 跟我国的双边经贸统计状况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国家 都有这么丰富的资讯 因为有一些国家呢 他们的商业发展的状况呢 不是那么的进步 所以要收集资料的话 当然就会比较困难 不过呢 我们的主要贸易对手国 相关的讯息呢 其实是相当丰富的 那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 冒写的全球资讯网的这个网页 同样的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可以查得到 像比如说 国家的基本资料 还有主要的产业概况 以及当地的市场环境分析 所以从这个网站上呢 你也可以搜寻得到 很多你所需要的资讯 如果你的目标市场 主要是以中国大陆为主的话 那么海基会的两岸经贸网 就可以提供给你很多的讯息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收集得到 跟中国市场有关的一些 最新的商情 还有相关的经贸资料 像这些网站呢 可以提供很多的资讯给同学 所以同学们呢 可以多加的利用 接下来呢 我们来谈一谈 寻找交易对手的方法 那么当你在决定了 这个目标市场之后 接下来呢 你就是要透过各种管道 来寻找到可能的交易对手 那么寻找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说参加国内外的展览 还有或者是参加 拓销团与采购洽谈会 担担广告 或者是说亲自拜访客户 定点展示 还是利用网路资源 线上贸易平台 还有寄送招览信 或者呢 透过其他的机构来推荐 甚至于是在国外设立据点 我们来看一下 参加国内外的展览 其实它的效果非常的好 这种参展的话呢 出口商可以乘出摊位 来展示自己的商品 有助于知名度的提高 吸引潜在的客户 而进口商呢 也可以在这个展览会场里面 找到适合的合作伙伴 不过呢 参加国内外的展览呢 有个缺点 就是它的费用比较高昂 那么另外一个方式呢 是参加我们的拓销团 或者是采购洽谈会 那么跟随着我们的拓销团 前往目标市场 或者是参加国外厂商 来我们台湾 还是透过视讯 举办的采购洽谈会 你可以直接的跟厂商 面对面沟通 那么跟潜在客户呢 直接面对面沟通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洽谈 合作的内容 所以对于 交易成功的这个几率呢 就有大幅提高的 这样的一个帮助 另外呢 就是刊登广告 我们可以在国内外的 贸易专业杂志 或者是相关的网站上面 来刊登广告 像是外贸协会出版的 X1 Products 或者是环球资源集团 所出版的 Durable Sources 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再来呢 我们可以亲自拜访 你就亲自带着 央品跟报价单 到国外呢 去访问考察 那这种方式呢 它有个缺点 就是花费很高 不过当然 因为你亲自参访 交易对手的营业处所 所以呢 你对于潜在客户的 经营状况 就可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另外呢 定点展示 是指 你在国际的长期展览会场中 定点展示商品 比如说 我们台北世贸的交易市场 或者是上海国际贸易 常年展示交易中心 都设有展示间 那么你可以在展示间 展示你的商品 而来自全球的买主呢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参观采购 另外呢 你也可以充分地利用网络资源 比如说 你就加设我们企业的专属网站 来展示我们的产品行路 当然啦 如果有必要的话呢 也可以在重要的入口网站 或者是交易平台 来购买关键字 或者是广告 提高我们企业的曝光率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线上的贸易平台 比如说 我们的亿程网 跟阿里巴巴 像这种线上交易平台 都可以呢 在这个地方推广我们的企业产品 或者是寻找供应商 那么这些线上交易平台呢 募集了很多的买方 跟卖方的目光 买卖双方呢 它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 来找到交易对手 不过呢 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 像这种线上交易平台 它并没有保证 它的这个交易的人 它的信用好还是不好 所以呢 平台上面的厂商 信用呢 通常都是撑之不齐的 因此呢 我们要在这些贸易平台上面 寻找交易对手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胜选 好 其他的方式呢 比如说 我们可以寄送招揽性 利用各国的工商名录 去寻找可能的交易对手 广泛的寄送招揽性 这种方式成本很低 不过呢 效果呢 不太好 通常都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另外呢 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机构 来帮我们推荐 像是比如说 我们请船公司啦 还是外汇银行 驻外大使馆 领事馆 或者是进出口商业同学工会 等机构 来帮我们推荐交易的对手 最后呢 我们可以考虑在国外设立据点 那么当然这个 可能需要大型的企业 才有办法做到 那么前往国外呢 设立销售据点 或者是分公司 发货仓库 或者是投资设厂 都可以更快速地 掌握当地的商机 降低贸易保护措施的影响 那么在找到了可能的交易对手之后 我们在正式交易之前 最好对于这个交易对手呢 做一个信用调查 之所以要对我们的交易对手 进行信用调查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国际贸易的双方呢 距离很遥远 那么一旦呢 遇到了这个贸易纠纷 或者是诈骗 那么为了解决问题 所花费的时间跟成本 对厂商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 所以呢 我们在正式交易之前 最好要做好信用调查 来降低可能的交易风险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两个贸易纠纷 跟贸易诈骗的案例 第一个呢 是二瓜多的余货 交货数量不足 我国呢 有一个厂商 向二瓜多的某家公司 购买余货 但是货柜到达港口之后呢 却发现说 柜内的冰块多 而余货少 那么经我国呢 驻二瓜多代表处查证之后 就发现说 这一个二瓜多的厂商 并不是正式登记的公司 而且啊 它的产地证明跟检疫证明 都是假造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个案例 是阿根廷的出口商 收取了我们的定金之后呢 迟迟不出货 我国呢 有一家水产公司 他在网路平台上面 认识了一家 阿根廷的水产公司 向他订了阿根廷 冷冻红虾一批 并且呢 在出货之前呢 汇出货款的30% 大概是2万块钱的美元 作为定金 但是啊 我国的厂商汇款之后 这个阿根廷的公司呢 却以当地的 工人罢工 或者是即将出货等各种理由 来拖延 辞职不出货 那么经我国的这个 驻阿根廷代表处 经济组 协助查询之后呢 就发现说 这个厂商 过去只有六笔的出口交易 而且呢 像阿根廷的出口基金会查询 也查无该公司的资讯 像这样的案例 我们的厂商呢 可能就求偿无门了 因为他所交易的对象呢 并不是一个 正派经营的公司 所以呢 想要从这种 恶意诈骗的公司手上 把货款追回来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就算呢 能够追回来 他可能也不够 支付我们 为了处理这一个贸易纠纷 所花的时间跟金钱 所以呢 厂商呢 最好都要做好信用征信 以避免这种 贸易纠纷的发生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信用征信 要征信什么内容 那么一般来说呢 我们信用征信的内容 包括公司的基本资料 那公司的基本资料呢 就包含创立的日期啦 还有它的组织形态 资本额 还有员工的人数等等的 那么第二个 要征信的内容呢 是 这个企业 它的主要营业项目 是哪一些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要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企业 它主要的经营人员 它的能力 跟它的背景 第四个呢 就是要了解 这家企业 跟银行往来的状况 第五个呢 就是我们要调查一下 过去三年 这家企业的营运状况 那么第六个呢 就是要了解一下 这家企业过去三年的 损益状况 最后一个呢 就是要对这个企业 做一个信用评估分析 不过呢 由于各股的经济 工商发展条件呢 不一定 所以哦 各家的征信机构 所能够提供的征信项目 有可能会有一些出入的 那么信用调查 要怎么调查呢 信用调查的方法 可以分成 委托金融机构来办理 跟委托专业的 真心机构调查 以及其他三种方式 所谓委托金融机构 办理的话呢 它其实主要的 就是委托我们自己的 往来银行 请我们的往来银行呢 转请它的国外分行 或者是它的通汇银行 来帮我们进行调查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请国外的客户 提供它的备询银行 也就是通常都是 这个客户的往来银行 那我们呢 再向这个备询银行 来调查 这个国外客户 它的信用资料 好不好 那么 另外呢 我们可以委托专业的 真心机构来调查 委托专业的真心机构 所能调查到的资料 当然一定就会比较详细 在国内的话呢 像外贸协会 还有中国输出物银行 都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国际间的话呢 比较著名的专业真心机构 像例如美国的邓白市 还有英国的Gradon 都是蛮知名的 国际的这个专业真心机构的 不过啊 委托专业的真心机构 来调查的话呢 费用呢 就会比较高了 其他的调查方式呢 比如说 我们可以向 曾经跟对方交易的客户 或者是同行来查询 或者呢 我们可以请 我国派注在当地的 租外单位 或者是商务机构 来帮我们代为调查 另外一个方式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请 对方国家的商会 或者是同业工会 来带为调查 最后呢 如果对方国家 有派注在我国 设置使领馆 或者是商务机构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向 这个使领馆 或商务机构来查询 那么在确认 交易对手的信用 没有问题之后呢 厂商才可以放心的 跟对方去讨论 买卖的细节 进一步的去洽谈 交易的内容 不过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哦 就算你有做信用调查 信用调查的结果呢 也是 对方呢 是信用不错的 但是不表示 未来就不会有 贸易纠纷的发生 因为国际局势 跟经济环境呢 它是不断地改变的 所以呢 厂商呢 还是必须要随时提高警觉 最后呢 我们介绍一个网站 叫做台湾经贸网 那么这个台湾经贸网呢 是经济部 国际贸易局 委托外贸协会 专案规划 跟建制 经营的一个 国家级贸易总入口网站 在这个网站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的资讯 像比如说 你可以看到 经贸的消息 以及相关的商情 另外呢 这个地方还可以连结到 我们的B2B 线上交易平台 IdealEasy 还有可以连结到 全球采购网 那么IdealEasy呢 它是一个交易平台 在这个地方呢 厂商可以展售 它的商品行路 然后进行线上的贩售 而全球采购网的话呢 则是你可以查询得到 外贸协会所办理的 各种采购洽谈会 最后呢 我们这个网站呢 还提供商机交换 跟刊登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台湾经贸网呢 提供了很多的讯息 给我们 同学呢 未来可以多加的利用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 从今天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介绍了交易前的准备 包括了市场调查 还有寻找交易对手 以及怎么样去进行信用调查 那么国际商情资讯的 取得管道呢 有很多 像是国贸局 外贸协会 各个经贸网站 还有专业报章杂志 跟国际商情展 等等的 这些管道都可以取得 另外呢 寻找交易对手的管道呢 很多 例如参加展览 参加拓销团 跟采购洽谈会 刊登广告 或者是亲自拜访客户 选择一个交易中心 来定点展示 还是呢 建置我们企业的网页 或者呢 在线上贸易平台上面 寻找你的交易对手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成本比较低的 例如寄送交易信 或者是透过其他机构 来推荐等等的 如果我们的企业呢 规模够大 也可以选择 在国外设立据点 再来呢 信用调查的方式 我们也介绍了很多种 像比如说 你可以委托金融机构 或者是专业真心机构 来帮我们调查 或者呢 像曾经跟对方交易的客户 或同行来查询 当然你也可以请 驻外单位 或者是商务机构 来帮我们代为调查 那么在下一个讲证里面呢 我们将要来讨论贸易条件 英格特斯的2010 它规范了11种贸易条件 那这些贸易条件呢 它将买方跟卖方的权利义务呢 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规范 所以呢 如果买卖双方呢 在签订 契约的时候 只要列出这些 贸易条件 你们所适用的贸易条件是什么 在契约中明定的话 就可以省去很多的条文约定 那么国际贸易从业人员呢 一定要知道 这个Incultence的 这个2010的贸易条件 他们的定义 还有它的相关规定是什么 那么我们下一个讲字呢 就会一一的来说明 这11种贸易条件 欢迎同学们到时候继续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